拍九八版《水浒传》的时候 半个剧组的男演员都堵在潘金莲的门口健身 1994年 近百味壮汉齐聚梁山拍《水浒传》 然而近组的第一天 饰演武松的丁海风就一只殿念 潘金莲到底谁演 因为本身我们很关注 我说潘金莲是谁演嘛 而当台湾牛王思义被确定为潘金莲的人选 迈着大长腿踏上梁山的时候 山里的男人们都不安分了起来 来了个台湾牛 大家都哎呀 经常看着 当年 二十出头的王思义是杨柳细腰紧致圆润 导演看中了他一米七的个头 这个身高能和武大郎有强烈的反差 站在武松身边看起来也般配 然而潘金莲在剧里放浪不堪 扮演他的王思义却经常被剧组里的男人羞红了脸 当时导演要求男演员必须练出真实的肌肉 可能是巧合 男人们都爱在王思义门口扎堆训练 光着上身大汗淋漓 吓得王思义大门紧闭 非必要绝不出门 穿了一个运动裤上面全光的 那时候我们天天那个 就在他房间门口一天 但尽管努力避嫌了 戏拍完 武松和潘金莲还是产生了一些特殊关系 据说 当时有媒体拍到了两人一起逛街的画面 其实这本可以成为一段家园 但遗憾的是丁海峰早已结了婚 在外界的审视下 武松和潘金莲最终渐行渐远 除了丁海峰在采访中借用武松的身份表了白 这二人都回归了各自的生活轨迹 没有为世俗续写水浒翻外篇 我觉得武松是喜欢潘金莲的 有一点 喜欢是一定是有